你就輸入它的相關的那個欄位名稱跟型態 那欄位名稱跟型態大概用什麼比較好 我這邊大概做了幾個欄位 包含就是說有那個ID ID也許是用編號吧 那我們這邊有沒有給他一個編號 我剛剛不知道有沒有給他 剛剛好像沒有給他編號 所以沒有給他編號的話 那這邊以為有 所以你們等一下 最好乾脆直接在A欄插入一個新欄 然後在這個地方 向下填滿 這兩個選起來 然後向下填滿 給他一個編號好了 那也就是第一欄叫ID 第二欄叫Name 第三欄也許叫什麼isplaint 然後第四欄的話 叫example 大概就自己了 然後鍵的方法的話 打開那個 我們的MySQL 接下來的話呢 直接在這邊新增 就Library底下新增 然後找到四個欄位 給他一個名稱 名稱 名稱的話呢 我們這邊上面有 然後把它打成叫ProWord 給他這個名稱 那 這要把名稱 我從外面新增 從Library這邊點進來 這邊會有一個建立資料表 名稱給他 四欄按執行 接下來的話 這邊會有1234 那就分別把那個ID 跟那個Name 還有那個Explaint 等等的那幾個欄位名稱 分別把它打上去 第一個先給他欄位名稱 第二個是給他什麼型態 那這邊的話 第一個當然就int好了 整數 那Name的話呢 給他什麼 因為四個字嘛 所以給他Varchar 那長度的話 頂多就是大概十個字 20個字好了 給他多一點沒關係 一個中文字兩個byte 所以大概十個字 那這個地方的話 解釋的話 大概用Varchar 給他最大255 那例句有可能會超過 就是255 127 所以用test好了 如果你怕說 你們可以試試看 他Varchar 如果超過的話 那可能 他這邊可變長度 0到 0到6 那應該用Varchar也可以 這個我想你如果 怕那個放不下的話 你可以用test 如果你ok的話 你可以用Varchar 這個地方可以設大一點 1000好了 乾脆這個地方可以給他大一點 其實你們也不用擔心說 會怕浪費空間 因為他會自動去幫你調整 那最後的話 這邊直接把儲存引擎 乾脆用這個好了 買ISAN 其實你不改其實也沒關係 我印象中這個好像是相容性 比較好一些些 然後直接按儲存 其他應該不用動 還有什麼 要不要預設值不用 然後其他編碼 用他資料庫的編碼 其他的話 屬性空值 是否允許空值 所以 index